香港警务处处长和公安部部长究竟谁更大 看似没有可比性其实大有玄气 大家好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警务处长与公安部长 按理说处长和部长明显没有可比性 哪怕香港是特区 警务处处长又是香港警察的天花板 级别即使再高再特殊 也总不能高过香港特首吧 而香港是我国34个省级行政单位中的其中之一 特首作与香港的一把手 理论上也不过就相当于内地的省部级 即便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政治地位 以及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重要经济地位 在特首实际参访内地的过程中 是按照副国级领导进行对等接待安排的 但这又无法将香港警务处处长的级别 拉到和内地公安部部长相比较的地步 首先公安部本身就很特别 部长都是由国务委员兼任的 因此级别为更高的副国级 很明显香港警务处处长 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级别待遇 在整个香港的高级首长中 恐怕也只有特首能够享受副国级的待遇 更重要的是在特首和警务处处长之间 相差的还不止一个级别 而特首之下是三司 即律政政务财政三司 警务处归政务司管家 不过在这两者之间 还有一个保安局 除了同属警务处以外 海岸领导成教署 香港海关以及消防处等其他级别部队 因此就算这其中的每一级领导 都参照特首一样高配半级对待 那三司司长也就是省部级 而保安局长也就是副省部级 警务处处长最高也就是政厅级 在单纯的级别对比上 明显和公安部长不是一个级别 不过也有人说 香港特区政府虽然分为了四个级别 但在实际工作职权上 没有那么明确的绝对等级 像三司司长以及各局局长 都是重要的政府首长 这话倒是没错 不过特区政府中 能够进入香港特区行政会议 成为核心领导的除了特首以外 剩下的21人中 除了三司的政府司长 就是15个局的一把手局长 而警务处处长明显被排除在外 也意味着其级别更低一些 这从2023年4月 前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江 后升任保安局局长 带领警务处处长 海关官长等纪律部队 一把手参访大陆 就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级别差异 但是警务处处长的一哥 不是白交的 实权还是挺大的 香港警务处处长头上 明明有保安局局长 为何要称其为一哥 领导近4万部下 实力不容小区 截止2019年末的统计数据显示 香港警队拥有3.1万多名纪律人员 以及超过4600多名文职人员 另外水警总局还拥有超过110艘个性船只 可以说除了解放军驻港部队外 香港警队是香港武装实力最强的一支队伍了 整个香港境内陆地水域的治安巡逻执法 以及反恐维稳 甚至2020年新设立的警务处国家安全部门 还具备了维护国家安全和防止境外渗透的重要使命 而这支总共近4万人的队窝 全部归香港警务处处长管辖 由此可见警务处处长职务的重要性 因此别看其不是香港特区政府中的最核心的职位 却是和各司司长各局局长 以及沈技术署长海关官长连政专员等一起 需要收到中央政府任命 应对国家宣誓才能正式就职的关键性实权人物 因此香港警务处处长属于是级别不够实力来凑 由于其掌握的权力 对维护香港稳定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如果被屁股做歪的人占据后果不堪设想 而从反修例反送中风波引起的香港骚乱中 香港警队在前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的带领下 做出坚决捍卫香港稳定 坚守香港法治的一系列行动 就能明白香港警务处处长对中央来说有多重要 所以在2019年邓炳强刚刚接任警务处处长一职 于年底参访大陆时 时任公安部部长赵克志与其进行了会面 这说明香港警务处处长虽然没有公安部部长级别高 但是其在内地受到的重视程度一点都不低 这比在香港内部被称为警队一个明显更有分量 虽然香港警队并不直属内地公安部管家 公安部部长即使级别再高 也不能直接给香港警务处处长下命令 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警务工作也都是合作与交流 但是要知道内地可有近200万警察 光从部下实力来说 香港警务处处长能够得到内地公安部部长的接见 已经是对其高级别职位的变相认可了 至于香港警务处处长被叫一哥 并不是基于其如今手中掌握的实权 更多的还是港明时期的习惯遗留 并且和其座驾特殊的一号车牌还有一定的关系 拥有香港一号车牌被称为一哥 香港警务处处长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在香港止暴制乱的过程中 前香港警务处处长邓明强 曾被反对派指责为强硬派 不过如今的香港警察队伍 早已不同于殖民时期的香港荒家警察 他们是维护香港稳定的重要力量 更重要的是在制止香港暴乱的过程中 看到了他们可贵的坚守 然而在香港回归之前 香港警察是怎样的形象还真不好说 对于香港民众来说 他们既是维持香港治安稳定的力量 也同时是英国维护殖民统治的强硬手段 所以对于掌握香港警察力量的实权人物 在港英殖民时期实际地位 可能仅次于港都的警务处处长来说 民众和其部下将其称呼为一哥 究竟是出于尊重还是惧怕呢 但是的确反映出了香港警务处处长 曾经作为香港警察一把手 在管理手段上的强势 而香港警务处处长 曾经在香港绝对的实权地位 也是香港警队用强硬手段换来的 在1967年一次镇压骚乱的任务中 香港警察以所谓的忠诚专业 获得了英国女王的首肯 之后在1969年被授予了皇家警察的称号 这也就是港区中香港警察为何总是自称 香港皇家警察的缘故 不过这一份所谓的荣誉 反而更体现了香港警察 是替港英殖民当局维护统治的工具 尽管其在治安管理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但是直到香港设立廉政公署 甚至到回归以前 香港警察队伍的贪腐等问题 依然不可能让香港警察 获得多少民众的认可 但是之前的香港警务处处长 却可以凭借着管制香港的实权 获得无可撼动的地位 所以对于之前香港运输署 将一号车牌特地留给警务处处长 是为了赞扬香港警队 在保经安民方面具有贡献的说法 属实有点假 更多的恐怕就是因为香港警察当时的实力 和警务处处长的实权 而且一哥的说法明显具有一定的江湖气息 甚至和之前香港警队内部黑白通吃的经历 都有一定的关系 不过香港回归后 警务处长的级别有所降低 权力也相应被约束 但是香港警察作为经验丰富的专业警察队伍 很多好的方面都保留了下来 因此面对焕然一新的香港警察 警务处处长被叫一哥 并且保留了一号车牌 其实也没有什么 嗯 嗯